今天要拿一般的疫苗進來 COVID-19疫苗 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有幸 我的德國一個partner 做生意的partner 認識BNT的owner 我才有把握買到了一千五百萬劑 後來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跟人家講 我們跟人家訂了三千萬劑 現在 董事長來了 真的 問說 我們現在來台灣設定office 跟你們一起合作做癌症疫苗 台灣選做第一個 那麼今天 竟然這個 當然將在COVID-19還會持續的發展 疫苗還是需要 可是到現在 選舉過後了 人也換了 可是我現在欠人家的一個承諾 三千萬劑 像我媽媽97歲的 已經連打了三劑的BNT 最近開始有那個雙效型的 我的醫院告訴我說 現在台灣一劑BNT都沒有 要只有 只能打莫德納 當你需要的時候 人家BNT支持你 BNT來到台大 把亞洲的第一個 癌症的 公科癌症的第一個 疫苗的基地 擺在台灣 可是他董事長問我說 有沒有機會再拿到一些訂單 我給人家答應要訂三千 reserve三千萬劑 人家跟我要 三千萬劑 什麼時候有希望 人家都是給最新的 我說我媽媽打都沒有 所以我媽媽還等一個月 對 我想像這樣的一個 沒有以人民的福祉 人民的性命 作為 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也不敢期望 但是我認為說 應該給BNT的疫苗 就是一般COVID-19的疫苗 他們最新的技術 給他們一個機會 他們在困難的時候 給我們施出援手 我們在這個時候 如果一季都沒有 給人家訂單 我應該我替BNT叫去